我祝福神的神的庸位 名字的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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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真主超绝万物 他在一夜之间 使他的仆人从近次到远次 他在远次的四周降福 以便我昭示他我的一部分迹象 真主却是全聪的 却是全民的 我把金典赏赐给摩萨 并做以色列人的子孙的向导 我说 你们不要舍我 而采取任何监护者 我曾使其与奴哈同舟 共集者的子孙儿 他原是一个感恩的仆人 我曾在经典里 其实对以色列的后裔判决说 你们必定要在大地上两次作乱 你们必定很傲慢 当第一次作乱的约基来临的时候 我派进我的许多强大的仆人去惩治你们 他们就搜索了住宅 那是要履行的诺言 然后我为你们恢复了对他们的忧心 我以财富和自身资助你们 我使你们更加负责 我说 如果你们行善 那么你们是为自己而行善 如果你们作恶 那么你们是在为自己而作恶 当第二次作乱的约基来临的时候 我又派遣他们 以便他们使你们变成愁眉苦脸的 以便他们像头一次那样再入境寺 以便他们把自己所占领的地方加以摧毁 如果你们悔改 你们的主或许会怜悯你们 如果你们重新违抗我 我将重新惩治你们 我以火欲为不信道者的监狱 这部古兰经必引导人与治政之道 并预告行善的信使 他们将享受最大的报酬 还预告不信后事者 我以为他们预备了痛苦的刑法 人祈祷祸患 像祈祷幸福一样 人是吉祥的 我以昼夜为两种迹象 我抹掉黑夜的迹象 便以白昼为明亮的 以便你们寻求 从你们的主发出的恩惠 以便你们知道立法和算术 我明白地解释一切事物 我是每个人的行为附在他的脖子上 在复活日 我要为每个人取出一本 展开的本子 你读你的本子吧 今天你足以为自己的清算人 谁遵循正道 谁自受欺欲 谁误入迷途 谁自受欺害 一个负罪者 不负他人的罪 派遣使者之前 我不惩罚任何人 当我要毁灭一个市政的时候 我命令其中 过安乐生活者服从我 但他们放荡不减 所以应受刑罚的判决 于是我毁灭他们 在努哈之后 我毁灭了若干世代 你的主对于其仆人的罪过 作为撤知者和明察者 凡于获得现世生活者 我将在现世 以我所抑郁的 报答他们中 我所抑郁者 然后我将以火狱 惩治他们 他们将受责备 遭气绝地进入火狱 凡于获得后事 并为此而尽了努力的信道者 这等人的努力是有报酬的 这等人和那等人 我都要以你的主的赏赐 资助他们 你的主的赏赐 不是受阻碍的 你看我怎样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 超越另一部分人 后事却使品级更高 优越更甚的 你不要使任何物 与真主同受崇拜 以免你变成受责备 遭遗弃的 你的主曾下令说 你们应当只崇拜他 应当孝敬父母 如果他们中的一人 或者两人在你的堂上 达到老麦 那么你不要对他俩说配 你不要呵斥他俩 你应当对他们说 有礼貌的话 你应当毕恭毕敬地服侍他俩 你应当说 我的主啊 求你怜悯他俩 就像我幼年时 他俩抚养我那样 你们的主是最知道 你们的心情的 如果你们是善良的 那么他对于常常悔过者 却是制舍的 你应当把亲戚 平民 旅客 所应得的 周级分给他们 你不要挥霍 挥霍者 却是恶魔的朋友 恶魔 原是辜负主恩的 如果你必须得到 你所希望的 从主降世的恩惠后 才能周集他们 那么 你应当对他们说 温和的话 你不要把自己的手 附在脖子上 也不要把手 完全伸开 以免你变成 悔恨的 受责备者 你的主 必为他所抑郁者 而是 吉养宽裕 必为他所抑郁者 而是 吉养俊破 你的主 对于他的众仆 却是彻置的 却是明察的 你们不要因为怕贫穷 而杀害自己的儿女 我供给他们和你们 杀害他们却是大罪 你们不要接近私通 因为私通 却是下流的事 那行进 真恶劣 你们不要违背 真主的禁令 而杀人 除非因为正义 无辜而被杀者 我已把权柄 受于他的亲戚 但他们不可滥杀 他们却是受冤住的 你们不要接近孤儿的财产 除非依照最优良的方式 直到他成年 你们应当履行诺言 诺言 这是要被审问的事 当你们卖粮的时候 应当量足分量 你们应当使用公平的 称货物 这是善事 是结局最优的 你不要随从 你所不知道的言行 耳目和心灵 都是要受审问的 你不要骄傲自满的 在大地上行走 你绝不能把大地踩穿 绝不能与山比高 这些事 极恶略 是你的主所厌恶的 这是你的主所 启示你的恩惠 你不要使任何神明 与真主同受崇拜 否则你将在受责备和 遭弃绝的情况下 被投入火域 难道你们的主 把男儿赏赐你们 而以纵天神为自己的女儿吗 你们的确说出荒谬的话 在这部古兰经里 我却以反复审诉这个宗旨 以便他们铭记 这种申诉 只会使他们更加憎恶 你说 假若有许多神明和他在一起 犹如他们所说的那样 那么那些神灵 必定想方设法 与宝座的主真恨 赞颂真主 超绝万物 他决然超乎他们所说的 七层天和大地 以及万有 都赞颂他超绝万物 无一物不赞颂他超绝万物 但你们不了解他们的赞颂 他却是容忍的 却是制舍的 当你们诵读古兰经的时候 我在你们和不幸后世者之间 安置了一道 隐微的屏障 我在他们的心上 加了许多罩子 以免他们了解古兰经 又在他们的耳里造众听 当你在古兰经里 提到你的主的时候 他们憎恶的离去 我最知道他们为何要倾听你诵经 当时他们来倾听你诵经 而且秘密的谈话 当时不易者们说 你们只是重从了一个 中了魔术的人 你看他们为你 打了许多比喻 但他们所说的都不中肯 他们不能获得一条出路 他们说 我们变成枯骨和尘土以后 难道我们还会复活成新人吗 你说 尽管你们变成石头或铁块 或你们认为更难以接受于生命的什么东西 他们将说 谁是我们复活呢 你说 最初创造你们的主 他们对你摇头说 这件事将在何时发生呢 你说 这件事或许是临近了 在那时 他将召唤你们 而你们将以宋子 答应他 你们将猜想自己在坟墓里 只逗留了一会儿 你告诉我的仆人们说 叫他们说这句最优美的话 恶魔必定要离间他们 恶魔却是人类的鸣笛 你们的主是最知道你们的 他要怜悯你们就怜悯你们 他要惩罚你们就惩罚你们 我没派遣你做他们的监护者 你的主是知道天地万物的 我却已使一部分先知 超越另一部分 我曾以经典赏赐大物的 你说 你们是真主而成为神明者 你们祈祷他们吧 他们不能替你们消灾 也不能替你们嫁祸 他们所称为神明者 自身求敬于敬主之界 比他们更敬于主者 也求敬主之界 他们希望主的恩惠 畏惧主的刑法 你的主的刑法是应该防备的 一切事正在复活日之前 我都要加以毁灭 或加以严厉的惩罚 这是记录在天经里的 我不将是迹象 只为前人不承认他 我曾以母陀给三某多人做明证 但他们不承认他 我将是迹象 只是为了恐吓 当时我曾对你说 你的主是周知众人的 我所教识你的梦昭 和在古兰经里所诅咒的那棵树 我只以这两件事物考验众人 并加以恐吓 但我的恐吓 只使他们更加满横 当时我曾对纵天神说 你们应当向阿丹叩头 他们就叩头 但伊布利斯除外 他说 你用泥土造成的 我怎么向他叩头呢 你说 你告诉我吧 这就是 你是他超越我的人吗 如果你宽限我的复活日 我势必根据他的后裔 但少数人除外 真主说 你去吧 他们中反顺从你的火域 必定是他们和你们的 充分的报仇 你可以用你的声音 去恐吓他们中 所能恐吓的人 你可以统帅你的骑兵和步兵 去反对他们 你可以和他们同享 他们的财产和儿女 你可以许给他们任何东西 恶魔 只许给他们妄想 我的仆人 你对他们没有任何权柄 你的主足为监护者 你们的主为你们 而是船只在海上航行 以便你们寻求他的恩惠 他对你们却是质词的 当你们在海上遭遇灾害的时候 你们向来所祈祷的已回避你们了 而你们只有祈祷主了 当主使你们平安登陆的时候 你们背叛了主 人缘是孤恩的 难道你们不怕主 使你们沦陷地下 或是飞沙走时的狂奋扫荡你们 而你们不能为自己找到任何监护者吗 难道你们不怕主 使你们再去航海 而是狂奋袭击你们 使你们因孤恩而成立 然后 你们不能为自己找到任何对主 报仇者吗 我至于优待阿丹的后裔 而是他们在路上或海上有所骑沉 我以加美的食物 供给他们 我是他们大大的超过 我所创造的许多人 你记住 在那日 我将召唤每个民族及其表率 以右手 接受其功过伯者 将阅读自己的本子 他们不受丝毫魁捨 在今世是盲人者 在后世仍是盲人 而且更加迷雾 他们却已使你几乎违背 我所启示的教训 以便你假借我的名义 而捏造其他的教训 那么他们就会把你当朋友 要不是我使你坚定 你几乎已倾向他们了 如果那样 我必使你在生前尝试 加倍的刑法 在死后尝试加倍的刑法 使你不能找到任何人 帮助你来对抗我 他们确议使你几乎不能安居故乡 以便把你租出境外 如果那样 他们在你被租之后 只得逗留一会儿 这是在你之前 我所派遣的纵使者的床道 你对于我的床道 不能发现任何变更 你应当踪手 从早晨到黑夜的拜公 并应当踪手 早晨的拜公 早晨的拜公 却是被参加的 在夜里的一段时间 你应当谨守 你所当手的 附加的拜公 主或许把你提升到一个 值得春送的地位 你说 我的主啊 求你使我胜利而入 求你使我胜利而出 求你赏赐我 从你发出的权柄 以做我的福主 你说 真理已来临了 虚妄已消灭了 虚妄却是溢灭的 我将是可以为信使们治疗 和给他们以恩惠的古兰金 他只会使不信道者 更加亏损 当我施恩于人的时候 他掉头不顾 当他遭遇祸患的时候 他变成绝望的 你说 个人以自己的方法而工作 你们的主最知道谁是更接近于正道的 他们问你精神是什么 你说精神是我的主的机密 你们只获得很小的知识 如果我抑郁 我势必把我启示你的古兰金 消灭尽尽 然后 你对我不能发现任何监护者 但 我为 从你的主发出的恩惠 而保存它 你的主 所适于你的恩惠是重大的 你说 如果人类和精灵 联合起来 创造一部像这样的古兰金 那么 他们即使互相帮助 也 必不能创造像这样的妙闻 在这部古兰金里 我为众人 却已申诉了各种比喻 但众人大半不信 他们说 我们绝不信你 直到你为我们 而使一道泉源 从地下运出 或者你有一座园铺 种植着椰枣和葡萄 你是河流穿冠其间 或者 你使天 如你所说的那样 一块块地落在我们的头上 或者 你请真主和纵天神来作证 或者 你有一座黄金屋 或者你升到天上去 我们绝不信你已升天 直到你 将是我们能阅读的经典 你说赞颂我的主 超绝万物 我只是一个 存分使命的凡人 当正道降临众人的时候 妨碍他们信道的指示 他们的这句话 难道真主派遣一个凡人 来做使者吗 你说 假若大地上许多天神 安然步行 那么 我必从天上降下一个天神 去 他们那里做使者 你说 真主足为 我与你们之间的见证 他对于他的仆人 却是彻之的 却是明察的 真主引导谁 谁就是遵循正道的 真主使谁迷雾 你不能为谁发现 真主以外的保护者 在复活日 我将使他们又虾又龙 又雅的 匍匐的 集合起来 他们的归宿是火域 每当火势减弱的时候 我增加他们的火焰 这是他们的报酬 因为他们不信我的迹象 并且说 我们变成 枯骨和尘土后 难道我们一定会被复活成新人吗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创造了天地万物的真主 能创造像他们那样的人 并为他们确定一个毫无可疑的期限 不义的人们 只愿不信 你说 假如我的主的恩惠的宝藏 归你们管理 那么你们必定因为怕开支而扣留他人的恩惠 人是吝啬的 当摩萨来临 以色列人的时候 我却一赏赐摩萨 九种明显的迹象 你问一问以色列人吧 法老对他说 摩萨 我的确猜想你是中了魔术的人 他说 你确实知道只有天地的主 能降世这些名阵 法老啊 我的确猜想你是要毁灭的 他要把他们驱逐出 境外 但我使他和他的军队 统统厌死 在他们灭完之后 我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居住这个地方吧 当后世的约期来临的时候 我要把你们 杂碟的 杂碟的 召集来 我只本真理而降世古兰金 而古兰金也只含真理而降下 我只派遣你做报喜者和警告者 这是一部古兰金 我使他意义明白 以便你从容不迫地对众人宣读他 我逐渐地降世他 你说 你们可以信仰他 也可以不信仰他 在降世他之前 以获得真实的人们 当听到人们送读他的时候 他们扑服叩头 他们说 赞颂我们的主超绝万物 我们的主的诺言 必定要被履行 他们痛哭着匍匐下去 古兰金使他们更恭敬 你说 你们可以称他为真主 也可以称他为智认主 因为他有许多极优美的名号 你们无论用什么名号称呼他 都是很好的 你在拜中不要高声诵读 也不要低声莫读 你应当寻求一条时钟的道路 你说 一切赞颂权归正主 他没有收养儿女 没有同他共享国权的 没有威冕 逼劲而设的辅助者 你应当赞颂他的宗大 真的吗 2000 нет 伤聚 记吗 是